今天跟大家去看一下蝙蝠侠85周年的一个展在广州 那么听说很多都是坑 所以就跟大家去体验一下 而分析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些坑 好,let's go 首先离进场扫个二维码关注一下 就可以达到两张贴纸 但是整个展总体来说感觉很小 大概逛5到10分钟已经逛完了 而且说实在也没什么特别好看的地方 画展还是蛮特别的 都是一些艺术家或者爱好者自己画的一些作品 然后它旁边有一些手办模型 那些手办模型就市面上都能买得到 如果有一些什么限量款啊之类的可以看一下 那还会吸引一点 而且很多人吐槽那一个网上开灯的那一个环节 但是所应的原因主要它是没有还原到漫画那样子 就投射到天上 只是两边的LED之间的一个亮灯的一个仪式 中间也没有一些光效啊之类的 感觉就非常普通了 整体来说的话体验感不是很好 但是它是免费的你也不能有什么太多的意见是吧 我自己觉得很大的原因可能就是基于成本控制的原因 就整体的效果并没有做得太好 最主要的是开灯那个地方如果不用LED投射的话 就是用一盏比较大功率一点的就你投射的远一点也行 毕竟蝙蝠翔那个灯的卖点就是那个投射 你没有那个重心的话其实就没有那个灵魂了 而且蝙蝠翔漫画的话在国内好像也不是很多人看吧 我觉得热度也不是很高 可能就是刚好85周年有个展 可能就大家就来称一下热度这样子 因为其实以我自己个人的感觉来说的话 蝙蝠翔为什么会这么成功 其实是基于小丑这个角色的原因 他们一个对立 小丑的角色是一个很揭露人的黑暗内心的一个人物 所以我觉得小丑的热度会好很多 但是他也没有什么小丑的一些东西 就有一个手办还有一个cosplay 总体来说我觉得可能是策划公司那一边 对蝙蝠翔这个方面并不是太了解 而且对蝙蝠翔比较核心的一些环节 可能也没有太在 好 今天的分享在这里 有什么想法的朋友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们大家交流一下 好 拜拜